來 妳剛剛不是說要幫我畫畫嗎 那我們現在來畫好了 好 婉若姐 只有 陳婉若小姐暗 她的上衣是不是有一點點穿幫 為什麼 她的禮服 請妳不要以妳的專業眼光 來看這件事 真的有 這個算嗎 她的禮服 禮服的外面 她的上衣上面露出來了一小節 怎麼可能 那個… 剛才演露時那個是叫小禎嘛 對啊 她是人妻 她是做人會太好 這個戲真的成和體統 捷克不像捷克 螺絲不像螺絲 剛幕僚好像有看到什麼 有嗎 沒有啊 我有看到什麼 我有看到 你有 什麼 其實我觀察很入圍 什麼 在Rose的正後方 左後方那邊呢 可以講了嗎 講 她有一個鬧鐘 在那個時代是根本不可能有 類似那種數字鐘的 有一個黃色的東西 應該是…鬧鐘吧 這麼有把握 你看看你旁邊的人 目瞪口呆的樣子 而且帶有一點點的小魚 妳是都不吃飯嗎 不是 這個叫瞧不起你 我記得Rose的後面這裡 對 而且它是黃色的 亮黃色的 它四個黑暗的 胡說八道可以到這種地步耶 真的 有時候胡說八道就對了 好恐怖喔 你 超恐怖的 這個剪預告 什麼事讓她變成天山牢牢的 有沒有人看到 你們都沒注意到嗎 你看 有時候太專業不好 秀倒就看到什麼衣服穿幫 對 注重意思的細節 誰管你那個 就是要她穿幫 這個才是錯誤的 那個姚小姐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 錄到幾點了 是誰給我放這種鐘在這裡 坐到今天錄完影就好 我們剛剛開始那個提示有幫助嗎 所以我有注意到 所以我有注意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時代是沒有這個電子鐘 來 繼續往下帶 沒有一副可以光在牆上的畫喔 我先拿一下畫筆 不得了啦 喜歡菜頭老師這位下午之 妳是不小心按到的嗎 它那個是畫筆嗎 還是是什麼 它是化妝用具吧 是嗎 好 妳的答案 妳的意思是說哪裡有問題 就是它打開的那個 它應該是要打開畫筆 可是好像應該是化妝品 就是筆刷什麼有什麼的 誰猜筆呢 好 網路姐 它中間有一支 好像是那個 現代小朋友用的那種筆 對不對 它在一個羽毛的旁邊 有一支小朋友用的筆 它也跟妳一樣講得很清楚 對啊 它那根羽毛長什麼樣子 是孔雀的羽毛 我隨便有沒有 我還要這麼亂夾 好厲害喔 剛剛假面一個都猜不出來 對啊 到這邊就變厲害了 是能發威了呢 恭喜妳答對了 妳不要把頭髮壓住啦 頭髮壓住就突然特寫 那就一直噴我頭的特寫就好啦 頭髮就更爆了 等一下不管答錯答對 偷偷噴它 然後偷偷拍 小朋友的筆 就放在孔雀毛的旁邊是嗎 是嗎 請看 是哪個工作人員給我放彩色筆 我希望它做到月底 那個有刷子的筆 真的是有可能是化妝品之外 水彩筆這些東西 顏料的 對 好啦 繼續努力囉 就是這樣就對了 只有它在按 不是啊 因為這一題我們汗啊 我們自己會丟臉啊 你不覺得這誰看不出來嗎 等一下 我就怕張東良講錯 妳的答案是 請說 緊張了 那個背影啦 那個背影太誇張了啦 為什麼有什麼誇張 那不是小禎的背影啊 那是哪一位 那是 那是 妳講個名字啊 菜頭還是 那是白雲哥的背影 那不可能啦 我就說好熟喔 Simon耶 夠了 你的意思說那不是小禎的背影 他是一個什麼背影呢 男生的背影 男生的背影 答對了 來 Simon 你是誰 怎麼在這裡彈胸弱背 你也太想紅了吧你 你是誰啊 我才剛去唱什麼 你們走開啊 想取代我了 這個到這裡為止 大家看得還開心喔 我們這是新版 我們新版鐵達泥啦 這是屬於變態捷克 來 繼續看新版鐵達泥 你胸前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啊 這個是海洋之星啊 是我們家的傳家寶呢 怎麼了 剛剛你作畫啦 那我還拿下來好了 厲害 哇 這厲害 厲害 我有點後悔暗耶 沒關係 我不後悔 最少我可以叫乾兵 我是很邏輯的在猜 因為原本的鐵達泥是素描嘛 那為什麼會有顏色 可是我想說 這可能是新版鐵達泥 這新版鐵達泥 所以我就有點對 這是素描 好 那我在猜 另外一個可能性 它沾的顏色 跟後來它點下去的顏色不一樣 好 好 妳也有答案 妳要說什麼 被它講走 是喔 那算妳的… 不然妳就不用再被噴 不要啦 算妳的可以噴它 對啊 這樣胡說也會答對 答對 這樣也會對啊 請看 紅色配綠色 會變成膚色 是誰搞的鬼 做到中秋節前一天 他瘋死了 小小的一夢 小小的一個胡蝶結 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 還有 趕快來搶答 換好了 妳來看吧 這…這什麼啊 這…就妳啊 這…就妳啊 真難耶 不好意思 其實我沒有學過畫畫啦 當時啊 真的是我最甜蜜的時候了 幸好逃難的時候 有把這顆海洋之星帶著 但現在 就不會有二松滿堂的 這也做得太不像了吧 分數也送太大了吧 這個道具要抓來砍啊 真的 做到月底好不好 請說 請回答 材質差很多 材質 什麼東西材質 那個海洋之星 海洋之星 前面那顆是什麼材質 前面那顆是什麼材質 原本透明的啊 後來就變成像 像塑膠一樣的東西 對 恭喜你搭配了 我還要看正經嗎 我跟你講 沒有…第一顆的材質 第一個材質那個叫壓克力 第二個材質可能是橡皮擦的材質 我跟你講 因為暗淡無光 這個橡皮擦 對 聽說可以吃的 對啊 請看 是誰把我太陽之星變過動了 我海洋之星啊 還好在這 是誰啊… 我希望他做到月底就好 今天的題目看起來不太難喔 大家都猜出來了嘛 不過林燕那下不知 你們兩位要好好加油啊 謊言追追追 在這個充滿四真四假的世界裡面 謊言可以說是滿天飛呢 尤其在台灣的電視節目當中 藝人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 白光的能力 已經到了出身入化的程度 今天三位女藝人 將各次帶來 她們意想不到的初吻經燕 但其中一個人 暫時在台灣的電視節目當中 說謊你可以猜得出來嗎 謊言追追追 大家都說會說謊就很厲害 對啊 我們這邊是高手中的高手 沒錯 三位大說謊家的候選人 第一位 這個說謊已經收到國外去了 有名的了 來自日本的代表螞蟻 嗨 大家好 歡迎 掌聲來了… 我來了 漂亮 不用了…這麼亮了 我要看清楚你有沒有說謊 你叫人家那個皮克斯的那一隻 對 皮克斯 這個是要講你在日本的故事 對不對 對 好 大家也不知道我們要講 是什麼故事 先賣個關子 對 她在日本的什麼故事呢 好 第二位 我們的韋汝小姐 歡迎 好緊張 好緊張 為什麼會緊張 妳又不是說謊妳緊張 還是說露餡了 完蛋了 因為她說謊對不對 不是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 大概是在妳幾歲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年輕人現在發生得越來越早了 對 妳那個年代應該發生在 當完兵之後吧 我才發生 妳滿意嗎 我才發生 騙人 那哈利講哈利怎麼出來的 騙人 妳不知道科技發達嗎 剛剛誰在講話 好可怕喔 今天又在講鬼故事 真的假的 不講鬼故事怎麼會介紹 鬼月都過了 這不是啊 來 第三位 寶媽 嗨 謝謝 謝謝 告訴妳講話嗎 沒有 我是要告訴妳 我在心裡面告訴妳們 我是一個從來不說謊的人 我們不問這個問題 怎麼這樣子 哈利哥 我們要很重要嘛 我們要讓他們猜嘛 對不對 來 那妳要講今天到底要猜什麼 對啊 在日本發生的 很年輕的 是不是 妳沒有問懂嗎 她也發生過這件事情 他們之間有什麼共通性呢 這個人嘛 總是會有初戀 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 妳可以不要講那麼血淋淋啊 講初戀多浪漫啊 第一次 而且初戀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更浪漫 對 我沒有問 我沒有問 這個音配得太好 再一次… 妳… 妳想把人吸桿是怎麼樣 妳吸血鬼 我想吸一吸看點會不會勝利 最近流行吸血鬼 妳也要參與就對了 對 就是令人難忘的初吻 而且他們的初吻 不比一般的初吻 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製作人怎麼講的 妳一定要講得很炫啊 他們三個也在想 有很奇怪嗎 看一看妳就知道有多奇怪了 到底哪一位說謊 看了他們的故事妳就知道 女性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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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女の子たちの話題は恋、恋、恋花 私の高校時代は学校の人気者を好き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ピアノはすごくうまい できた?もう一回弾いてもらっていい? できたら教えてもらえると嬉しいな はい 彼が我が校の人気者、お米くん バスケ部所属、見た目はクール、背も高め おしゃべりも上手でバンドのボーカルを務めるくらい歌もうまい そしてかっこいい 女の子なら誰もが好きになる王子様